Hello大家好,我是幽灵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极限挑战赛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的闯关规则 每组小队会由不同的成员搭配组成 他们需要安全地通过这个会抖动的桥面 并且击杀第一道关卡的守门人 通过第一关以后 还需要再通过一个无遮挡的桥面 最后把直击手干掉 就算闯关成功了 来吧,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场的闯关挑战赛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参赛人员 有木棒兵,木盾兵,盾牌兵,骑士 重装步兵,长枪兵,酋长,剑士,农夫,猪儒 草舵兵和镰刀妹 镰刀妹差一点就可以上岸了 可惜啊 李河开出了一名流放哨兵 以目前红方的兵力 击杀流放哨兵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终损失了两名同伴 才把流放哨兵给解决掉 小妖哥好猛的呀 在混战中居然给他带走了两个士兵 对面的烟花弓手也是一剑就把猪儒给送上天了 红方现在就剩下了三名士兵 只要不掉下去那还是有希望的 哎呀,这个中中步兵有点危险呐 你自己掉下去干嘛还把监士给呆下去呢 你看吧,枪兵立马就黄了 我去,一手好拍被打得稀烂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小组的闯官表现 他们的阵容是由头锤哥 顿府兵 画家 僧兵 武士 农民 骷髅兵 铁手军 矿工 机箭手 柜子手 拳击手 还有圣骑士组成的 通过第一座墙面的时候 依然有不少士兵掉下去啊 这礼盒简直就是放水啊 铁手军的气势很足啊 就数他最兴奋啊 一个劲的往前冲啊 一定很疼嘛兄弟 现在是矿工领头 红方的士兵还剩下五名 烟花公手再次瞄准 这次他要攻击的目标是谁呢 画家 他太了解画家了 矿工抡起铁稿 一下就解决了眼前的这个大麻烦 不过他自己也叼了下去啊 这局应该是妥妥的 就看谁能拿到最后的一杀 这都是太紧张了吗 就是嘛 三打一根本没有悬念的呀 最后一组挑战的选手是 剑术大师 流放哨兵 死亡使者 跆拳道小哥 小丑 埃及保安员 屠夫 气球兵 盗贼 炸弹小哥 和狼牙棒士兵 好像每局开始掉下去的士兵都差不多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死亡轮回了 礼盒开出的是一名酋长 死亡使者一马当先 直接跳过礼盒 干掉了小妖哥 这名酋长也是非常勇敢 上去一下就解决了跆拳道小哥 而且面对围殴 他也是丝毫不乱 我去 来了一个神辅助 球长是挂掉了 友军也被坑掉了一大半 现在就剩下了狼牙棒士兵 和流放哨兵两名选手 这局这个局面真的不好说 两个人过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 他们的运气还不错 一箭直接射片 兄弟们赶紧往前冲啊 这又是心态崩了 流放哨兵里要撑住啊 我看到现在的这个桥面抖动的越来越厉害了 下盘一定要稳住 OK 可惜一下没有解决烟花拱手 反手幼稚一幅 漂亮的击杀 这剩下的直起手还不好解决吗 关键时刻你怎么就腿软了呢 我严重怀疑这个家伙是来打假赛的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翻转 好吧 我是幽灵 咱们下期再见